在我省确定的十二五末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三家被选优质民营企业名单当中 宇润集团榜上有名 锁定这一目标逐步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人治理结构 拓展企业多元化经营 宇润正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 力争在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100亿元 日前宇润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朱一彩 辞去其在香港上市公司宇润食品的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一职 由宇润食品集团原首席行政官兼执行董事于张李先生接任 由于上市企业宇润食品是宇润控股集团旗下二级子集团宇润食品集团的下属企业 注意才此举被视为近年来宇润控股集团进一步理论管理层级 避免管理掣肘 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 也为公司更加年轻的管理人才拓展了成长和发展空间 自去年以来我们就着手进行企业的战略调整和业务纯走 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这步理清企业出资者与经营管理者的界限 以于国际接轨的现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为意图 春季世界500强 今后我并不会完全当个旁观者 我建议宇润视频等事会名誉主席和高级顾问的身份 继续关注和支持宇润视频做大做强 我坚信新上任的等事会主席和CEO 有思路有能力不断地变进公司的管困水平 提升宇润视频的品牌价值与影响力 瞭准进军世界500强目标 今年宇润在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全力打造的宇润集团 南京食品工业园已出具规模 通过引进应用国内外食品研发的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 宇润将真正实现产学研茂工技相结合 为南京乃至整个华东地区菜篮子工程提供新的保障 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70亿元 同时逐步延伸产业链条 形成以宇润控股集团为投资控股平台 以食品产业集团物流集团 现代商业集团旅游酒店集团等七大子集团 为业务载体的全新战略构架 我们想积极显应省委省政府的号召 通过改善法人治理结构 加快企业发展的步伐 持续提升企业的管困水平 立正在2015年进入世界500强 为江苏世界上两个率先 做出运营